北方天开始冷了 我们实际上大地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置阴的状态 这一个月开始渐渐的如此 但人伤起感觉到有余温 因为人反应比较慢 尤其现在人太不敏感了 等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 阴阳五行 八卦 甘枝 星宿等等 我们学玄学要知道它可以万物类伤 亏为地 大家知道 厚的载物 宽容 这个同时代表着母亲 还有老实 最踏实 最安静 最柔顺 十分的忍耐 现代人不管男女 基本上女性虽然有这个先天的优势 但是也做不到 我们要学到这个太难了 任何卦看不懂 就先看乾坤两卦的BIOS 既然是元亨立真 这个是有条件的 元亨都快好一开始 那纯正 那开始 都是通达的 但是到收获结果的时候呢 你要 立拼马之针 就是母马是个两 那公马呢 它就要起主导 方向感比较好 我们知道女性方向感通常比较差 那先明后得主 这一开始 这一开始 这个 他当遇到感召 因为他都阴嘛 自然会感召到一样 就会遇到主人 有方向感等等 魂力 西南方向 西南方向 这个 后天八卦的 人生的地球都是后天了吗 这个方向 在西南 几个都是 阳少 印度 都是英卦 那东北就相反 就告诉你 要 安静 守好自己的这个品性 他尽量少动 至少心 不要动 呃 吕霜兼兵士 一开始 安静 这个时候 非常敏感 非常灵光 呃 女性这个地球感往往很强 呃 看到擦到霜的时候 就知道冬天将要来了 你要做到这个才可以 这没有什么好坏 因为才一开始 但是 冷 在后头你要懂 要提前注意了 那六二呢 集中且正 没有什么不好的 你鲜甜 本性纯良 那么 即使不学习 你自己很多事也能做到 也懂 六三 到这个时候 下巴的一个上位 也是一个小领导 那这个时候 应该 啊 做事 跟着 自己的主人 领导 把事 都做到了 因为你这个 本性很好嘛 比较 顺从 比较 懂得这个 掌佑尊备 等等 但是功劳不是你的 那你要深刻明白 如果没做到 就按这个来做 六四更是 那这个时候 你已经 地位 上位 人上人了 那么更要 好好注重自我 平等小杨 把自己收敛下来 六五呢 即使到了军位 皇帝无畏而至 追一拱手 这个时候是 也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但到了上六呢 一直阴的话 我们知道物极必反 就在这儿了 龙战鱼也 所以阴就跟羊 打架了 一直这样 一直不变 也不是对的 那最好的 就是做到 利用真 那其实跟这个 瓜要死 是差不多的意思 那永远的保持 他这个春凉 本性 的这种心态 后面 我们有机会 再说别的瓜 节气 跟那个 婚姻家庭这块 说了很多瓜